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天下衛視和社區清靈中心 呈現的社區與你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 Kyle Chan 暫時已經來到第七季最後兩集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已經很暗言沒有了陳生 大家放心 我們會解釋一下 最後兩集有少少模式不同了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節目 知道我們第二季拍了一個很短的短片 是一個家庭上的短片 關於壓力和如何解決家庭的爭執 我們仔細看一看短片 回來解釋有什麼原因 先看一看片 我回來了 你又在這裡打遊戲機? 我問你,經常想著打遊戲機 讀書又不見你那麼勤奮 知道了,先打一招吧 我跟你說話 問你做完功課了嗎 做完很久了 做完?不用分責嗎? 每次都是這麼說 又不見你成績好了 那不信你又要問? 又又回到這裡都吵了 每次你做完其實是說謊 現在馬老師還投訴你 還有一個功課未交 我怎麼相信你 那我之前的事就不要拿出來說 現在是我才是時間 你可不可以不要煩著我 煩著你? 你應做又不做 只是浪費了些時間打遊戲機 我勤奮的時候你又不知道 我做得好你又不讚我 一看到我打遊戲機就不斷罵 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 我再不打遊戲我就是瘋了 我不管 總之打遊戲就不對 雙神又雙眼 你們有空就做一些有氣的事 也免得說 那你怎麼辦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很快看了我們第二季的短片 是一個家庭關於壓力和喊叫 轉過來 看到我們有兩個嘉賓坐在那裡 不如我讓他們兩位介紹一下自己 先帶陳先生 因為我覺得大家已經很認識他 大家好,我是Francis 做了這個節目差不多到第七季 很懷念第二季的時候 你有機會拍一條短片 關於家庭關係 亦都很開心有機會 用來一家團聚 今天 所以我就把這個交給我的兒子 Wallace 我就是看第二季做大陳先生的兒子 叫Wallace 很開心今天回來這裡 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 大家應該很惡然 為甚麼看了短片 看完短片 有甚麼原因 其實如果有追開第七季 我們其實訪問了不同嘉賓 要他們不同的意見 關於怎樣可以進步溝通 或者社區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訪問了都是專家 其實我們很想訪問一個 真的不是專家的立場的人士 我們其實很榮幸邀請到大陳先生 和Wallace上來 不是做自己的社工 當然他們都會分享社工的立場 但是分享家長和兒子的角色 希望我們兩樣都可以分享到 我們很快就進入第一個話題 其實我們個個都同意 家庭上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都想背上開心 但為甚麼家庭裡的關係 經常都好像很緊張 我先問了兒子或陳先生 我想作為一個成年人 尤其是對著自己的兒子 我們走過一條辛苦的路 或者可能撞過一個板 很想有一個很簡單直接的說話 我做犯了相同的錯 不要再犯了 所以我們盡量有一個簡單直接 甚至嚴厲的義氣 告訴你 你是男生 我希望你不做這件事 我希望你做這件事 我相信這是對你的最大益處 但當然這些說話說出來 他們是否在這個時候會接受 譬如說存錢 譬如說你應該做甚麼工作 這是我們想說的 或者分享的經驗 但當然 是否等於他們明白 或者他們會接受我們的建議 這個是現在我都會覺得是有挑戰的 就好像陳先生這樣說 很多時候 家長他們當然 人生經驗多些 年紀大很多 很多時候都是出於好意的 從小孩子說來 好像我爸爸媽媽會跟我說 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小時候都會覺得 好像很沉氣 很煩 覺得經常聽得多 不用再說了 我明白了 其實到自己長大 雖然我現在未有小孩子 但是慢慢都會明白到 為什麼我的父母 當初會跟我說這麼多這些經驗 陳先生說 可能他們小時候 都已經跌過了 做過這些錯事 當然都不希望 子女 即我 會重複犯這些錯誤 但很多時候 就算現在也是 有時候可能我父母 長輩跟我說話的時候 其實明白 知道他們說話是有道理 但就是自己聽上去 就覺得好像很 捧著耳朵 覺得 我有我自己的風格 我有自己一套 為什麼一定要跟你那一套 雖然明白是好 但是就是有時候硬頸 好了 我想我特地想請你們兩位 上來的原因就是這裏 我想很多觀眾都說 這些我同意 我聽得明白 但是那個重點就是 怎樣有一個平衡度在這裏 因為我深信 大家都同意 其實知道重要的 但聽起來都好像銀耳 或者有點煩躁 但青少年未必不覺得重要 因為我們都跟青少年做事很多年 但怎樣表達這個訊息 我想是很難的 那我問兩位 現在做專家的身份 怎樣平衡呢 我用回我看著一個 我自己二十歲的兒子 第一 我想作為一個爸爸 是想見到 我會開心 我兒子開始變成 不是只有我兒子 而是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我很想分享的題目 包括政治、宗教 我的角度 我希望當他是一個 和我平排的角色 去瞭解這件事 當然 我的角度 或者集中的焦點 他未必會完全明白 或者完全體諒 但是 譬如說 我喜歡相信這個宗教 這是我這麼多年的習慣 我是讓他希望知道 而讓他瞭解我多些 或者通過這個方法 讓他也瞭解自己多些 這是一個分享 是把大家提升到同一個級數 而不是把父子的距離 但是當然 是否一個好好的時間 和一個好好的技巧 去把一個題目 亦都把你的兒子 不當是你的兒子 而當是你的朋友 去分享的時候 有時那個尊重 和空間感是要很大 我都很同意陳先生剛剛說 有時 家人、長輩、父母 會對子女聊天時 會覺得 我是你的長輩 你一定要聽我話 有時他們的語氣 可能會 在自己不為意的情況下 可能會 聽起來好像很嚴厲 還有有一種 他們可能會覺得 你是我生了出來的 我養大你的 就好像老闆對員工 可能有很多的要求 有時父母要注重自己的語氣 可能是態度 當然我明白 父母會期望你去尊重他 但同一時間 都要理解一下自己的兒子 歌而不禮的時候也不禮 但有時可以輕鬆些 當作是朋友 都是一個不錯的溝通方法 再一次多謝兩位 分享了非常重要 如何找回平衡度 好 我們休息一會 轉個頭請兩個新的嘉賓 再和我們慢慢聊 本節目由CYC社區青年中心 特約贊助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 《社區遇理》 我們還沒正式開始這節之前 讓我們趕快看一個 我們第二季拍過的家庭短片 大家看看 嘩 那我廚房又七個這麼遠 人生女 我生女 我生女 你見不到我現在煮東西嗎 又不是不倒閉 等間倒閉而已 你不要再暈暈塵 嘩 我暈塵 我也會累的 我剛剛下班 經常都要幫你倒閉 你呢 經常怪裝的 不說電話 又不見你說阿哥 他就是補我就是草 偏心到死 你怎樣跟阿哥比 阿哥要專心讀書考大學 你呢 煮個臉都搞成這樣 當時你怎樣嫁得出 我沒有收拾 那些碗是誰洗的 那些桌子是誰抹的 我做了你又不滿意 醃煎到死 我醃煎 不知道誰經常起廁所 我每晚幾個小時在那裡 又掛著說電話 都不知道你當時怎樣嫁得出 都要看一看才行動 我做了你又嫌三嫌線 我不做 你是自天督地 我是喜歡卸做 那怎樣 要做你就做好些 如果不是我當時不知道 你怎樣看著頭家 你喜歡做 你自己做飽去吧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剛剛看完 看到我們旁邊那兩個 就是我們剛剛看完短片裡的 那兩母女 那不如我讓她們快快快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Sarah CYC的行政主任 但是也都是 過往有教過這個家長會 我自己本身不是媽媽 但是當然做了很多不同的 家庭的個案 所以都很開心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是Ivy 我在第二季的時候 是做Sarah的女 好 歡迎兩個回來 我不阻礙大家太多時間 各位觀眾 剛剛看完短片 會看到其實短片裡的內容 其實很普遍 煮了一飯 媽媽放工回來 無端不知為什麼 就會吵架的 有可能是不同的因素 短片裡 像是媽媽有少少做工的壓力 回到來 所以有少少火 女女或者覺得有少少 恰燥或者對忌心 其實我想問你們兩位 在你們自己家裡 有什麼態度 或者事情 會令到你們家裡 周常有爭拗 作為媽媽 我想很多時候 其實剛才你有提到 工作上有壓力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如何處理這些壓力 去舒緩自己的情緒 很多時候見到自己家人 就會忍不住 發洩出來 可能都不知道 因為你會覺得 家人永遠都會起到 我想另一方面 就是作為媽媽 其實有時候 不知道如何和女女 或者兒子溝通 很多時候 可能一開口 就開口 看著你 有句話 可能會說一些 不是很適合的 但可能 無論是為了自己發洩 又好 又或者想打開話題 但又好像敲錯門 那樣的感覺 就不知道如何帶下去 因為你知道 做爸爸媽媽媽 都有面子 不知道如何和女女 其實很辛苦 其實就會很難抒發 或者溝通 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非常同意 我認識了媽媽 很多很多年 我都不想說自己幾歲 我沒有聽過她和我道歉 所以她這麼久之前 是沒有錯過的 好 Ivy 你分享一下你家裡 Bee 我覺得有時候 好像女女和父母的關係 有時候他們想溝通的時候 特別如果小朋友 是在美國出生 中文或者沒有那麼流利 父母只會聽中文 或者她本身家裡說的語言 有時候溝通上有一點問題 像我自己 我媽媽不懂得說英文 但有時候 我不知道如何用中文 去表達我本身想說的東西 有時候就會煩 好像很急 那一份急 有時候會令到相處和溝通 會出現磨擦 非常好 非常同意 我做了很多年家長組 其實留意到很常見 因為很多都是新移民的家長 來到青少年 青少年變成了只懂英文 很多時候兒子女女會覺得 你都聽不明白我講話 我講了很多次 就會很容易變得很煩躁 爭吵就是這樣 慢慢變得很普遍 我反過來問你們兩位 爭吵現在知道怎樣來 怎樣可以避免 其實家裡的爭吵 不如Sara先 我想其實爭吵 怎樣都會有 我想問題是 就算你開了頭是壞的 或者開了頭是不好的 怎樣可以反過來 可以緩和回當時的情形 我想很多時候父母 尤其是移民的父母 其實自己的家庭都是 想起小時候 父母不懂得怎樣表達自己 對他們的子女的愛 很多時候他變了暗沉 變了可能比較 變了很多用其他 很負面的方法 去跟子女溝通 但就沒有說到最重要的重點出來 就是其實我很關心你的 我很緊張你的 我很想你好的 我怎樣可以支持到 支持到你的 我想這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想家長會 會學溝通技巧 希望可以帶出來 就算他們可能有 文化上面 或者是兩代溝通的問題都好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大家的張力 怎樣可以 keep together 一起的 我其實想問呢 剛才的短片我見到 這個也是很常見 在亞洲家裡的 就是我見到女女 或者我坐了 但女女裡面好像有少少妒忌 她覺得哥哥你對哥哥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 在亞洲人夜的家庭裏面 中男輕女 或者中一些大兒子 我自己是第二兒子 我媽媽經常說 我疼你們兩個 一樣 但我經常都覺得 我哥哥是被疼多些 現在他看著應該會笑我 我想問回你們 如果家裏有些環影發生的話 怎樣可以避免呢 或者怎樣可以令到 其中一個小朋友 不覺得不公平的 其實是正確的 怎樣可以避免這些事情 兩個人答得 我覺得不只是在中國人裡的家庭 其他家庭都會有 其實小朋友或者父母都是人 都會想有一份尊重 有一份了解 和其他人可以聽到 他本身自己的心聲 如果有時候比較的時候 可能一個小朋友 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或者他很容易就會想發怒 想父母見到他做的事 聽到他做的事 和肯定他本身在做的事 變成有時比較 有時也很難避免 但是如果父母可以多一份的耐性 多一份的耐性去溝通 去慢慢解釋這件事 去真是了解小朋友 另外一個角度去說 小朋友也可以多一份的了解 和溝通 和耐性去聽父母 真的 他本身是想說一份什麼的事 我覺得會解決很多溝通的問題 非常非常好 和非常同意 我覺得我們亞洲人 很多都是心照 不說出來的 其實有些什麼不可以拿出來 平心正氣 真的說出來 其實我疼你一樣多 我愛你 我也是拿媽媽出來說 我這麼大的時候 沒聽過媽媽真的跟我說愛你 很多人都覺得 我在日常生活上已經表達了 很鬱麻的事 或者很難開口 其實我同意 有些什麼拿出來 開心見證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一次多謝兩位 我們休息一會 轉個頭回來再和大家慢慢聊 本節目是由CYC社區青年中心 特約贊助 好 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節的社區與你 我們這一集很特別 請來了四個嘉賓 包括我們拍檔主持大陳先生 Francis 我們很開心 今天的話題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家庭的和解 其實在家庭上爭執拗叫 一定有 每一天都會發生 包括我們在日常生活 上班 其實我和陳先生談開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我們今天沒有問到這些嘉賓 所以我想現在問一問陳先生 順便給一個機會 去準確我們今天說的話題 就是為何我們日常生活 都有拗叫 都有壓力 為何我們在人外人面前 好像控制自己壓力會好些 但回到家便會這麼容易爆發 人有兩面是很正常的 例如外面要承受很多壓力 我要做一個面面俱原的人 又或者我不想得罪人 我便要做一個好人 我會很包容 甚至我會很調節自己 去面對外面不同的挑戰 情況未必一定是我們對 與不對 但我們都會接受 人在江湖 沒有辦法 但是回到家 我回到家便會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小天地 而這個小天地裏便可以做 我可以放下所有的武裝 這亦都是我的家庭 其他意義 回到家便會做我自己 但是當你變回完全自己的時間 你又忽略了 其實你身邊的人都需要做一個調節 所以過分地放鬆自己 譬如外面有很多說話可以說 可以哄得大家很高興 但我回到家便可以變回 一個內在沉默的不開心的人 家人其實是很慘的 即是你外面一個很開心的人 是否回到家不開心 又或者其中一個他們會想法 另一個就是 我在外面的時候 用盡我一切的氣力 去維持一個好的形象 是否等於回到家便不需要做這件事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家人和你和解的方法就是 你提早都會告訴你 其實我外面很累 我回到家便會做自己 多謝你給我這個空間 這亦是和解其中一個方法 非常同意 其實總括我們今天一集講過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嘉賓 我聽到重點是 爭執是一定有的 甚至無法避免 甚至更和諧的家庭 都有少少爭吵 但如何找出平衡度 如何可以將自己表達出來 而不會變成吵架 我想很多人真的拿出來談 不要覺得大家心照 我愛你便無條件 因為很多時候無條件 我們是拿出來說 但做出來時的表達 或者對青少年 或者對家人來說 看得很不同 你又說愛我又無條件 但你每天都罵 你不是應該接納嗎 很多事情其實 不要當別人真的 你心裏面的重 真的拿出來說 我想會解決到很多問題 我知道同一道理 你有幾個小提示給我們大家 我們臨完之前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怎樣呢 其實這個去到本季的結尾 本季其實我們都有幾個次序 我們從溝通開始 到關係 到預防 到介入 還有怎樣去做發展 其實到這個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當我們做了所有事情 我們去到和解那個就是 無論選擇我們自己去完成 或者去解決事情 或者我們要放手 令事情自由地發生 都是有和解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以英文來說 就叫move on 學會自己再繼續度過 所以第一件事 其實你想和解的時候 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我們講的五個W 了解這件事究竟是甚麼事 你要知道是甚麼事 你才可以去了解 究竟發生甚麼事 誰人有關係 還有你了解 究竟這件事有沒有和解的方法 或者是否需要和解 這都是了解的一個追焦 你不想清楚這一步 你很難做第二步 非常同意 其實第二點和第一點差不多 但有少少不同 了解後分析一下 究竟動機的原因是甚麼 知道了有哪個是有份 但都要知道 究竟每一個有份的成員 為何會有那個行為 有那個態度 要分析一下 了解一下 記住這個是深入少少的了解 不是應該不開心 不要應該真的問一下 或者用心了解一下 記住用心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們到第三步 我們就開始應變了 為甚麼應變這麼重要 因為沒有一個絕對方程式 去和解或解解每一件事 所以你經常都說 摸著石頭過河式 因為應變很重要 因為很多事 你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時間 例如你說了一句話 我怎樣去回應你 或者怎樣做支援 是完全重要的 和解有時最簡單 是一個微笑 一個拍拖 其實很多事是可以解決的 而不需要那麼複雜化 所以你怎樣去好好的應變 是給任何的言語 或者動作 可能都重要 第四點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一個冷靜一點的階段 就是未中下一步之前 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再下決定 另外一個重要 就是冷靜一下途中 有少許同理心 記錄同情心和同理心 其實是差一點 但分別其實是很大的 有少許同理心 將心比心 了解一下每一個分子 為何他們會 好像之前說 有一個行動 或者有一個態度 第五 就去到協商階段 其實你記得和解 不只是和你自己和解 是和對方 或者多方面去做和解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大家是有機會坐下談 或者甚至是 第一 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 我們去到哪個階段 是否一個 大家會接受到很多地步 其實拿出來說 尊重對方的環境 或者需要 其實你就會在一個中間位出現 協商始終就是 找到我們的中間點在哪裏 以及底線在哪裏 這個協商就是 讓大家在一個安全 和舒適的情況下 可以完結這件事 可能這件事就在這裏停了 大家不要再推進了 又或者這件事到這裏 大家就有一個門櫃 握手就收場了 這些都是一個協商的方法 而協商最重要的是 不會令這件事更加惡化 這就是目的 最後一步很明顯 就是親戚妥協和解的部分 最簡單就是 愈直接愈清晰愈好 如果愈清晰愈好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公平 希望可以控制自己情緒 即使未必拿出你想要的東西 未必和解的時候 是完全你贏了 但互相公平 最重要是控制自己情緒 開心也好 不開心也好 不要當時打脾氣 那就是我們分享六點 陳生有甚麼想加 我想始終家庭的和解 我們經常都說 家庭一家人 應該沒有隔夜仇 或者很多事情 可能有些情況 現在不明白 或者我不理解 其實沒有機會 有一個平台給大家分享 或者需要時間才明白 我們都明白 我們還有一個機會 總之這家人還在這裏 就可以有一個機會去解決 但同一時間 我想很多尊嚴 或者很多執著 如果你真是珍惜 這個人是你的家人 你會調節自己 去找到這個和解的點 再一次多謝陳生 我們今天到尾聲 我們下星期 第七季的最後一集 再和大家慢慢聊 多謝 拜拜 拜拜